Hello, 大家好, 莎姐 有時候, 難怪莎姐很沮喪 今天早上, 打算去吃早餐 等10點 或者10點至12點 那個人上來看門 順手告訴下面管理處 我樓上冷氣滴水 管理員就上來看門 對快鏡的出去看 發覺不單是樓上 樓上上兩三層 那裡是滴水的 然後一層層下, 下到我這裡 可能我的冷氣機比較大 因為我這部是兩匹的 所以樓下就沒有投訴 因為我擋了 所以 樓上那些都是受害者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不是一層滴水 一層層滴滴滴滴 所以直達我那里 就可以根本不爛 好像 樓下那樣 準確硬鬆 管理員後期有 管理員後边有一段 之後,他也向天 kunnen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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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員說 哇, 這麼誇張? 但是很明顯就真的有人流水滴到我那部冷氣機 管理員說 會叫樓上盡快處理 因為真的很吵 而且太密了 真的頂不住跌 你根本是睡不著的 後來 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 老老實實 找管理員就下去 打算喝茶 打算喝早茶 後來因為那個狀態真的很差 我覺得我喝早茶也應該吃不到一些東西 所以就改了吃普通的小小的早餐就算了 回到來就等那個人叫我 好了 但是真是 唉 茶茶真是白粥這麼多 在出門的時候就碰到一個姐姐 她就問關於一些公屋父戶的事情怎麼報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出身 所以她覺得很煩 她根本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又答應了她 她8點下班回來了 她可以過來找我 教一教她 今晚8點就沒得睡了 中間我唯一的好處就是打電話去保險公司 我就說 現在我外面大廈外牆在維修 不是一定包的 這個不是一定包的 看你的保單裡面有沒有 因為我是買了家居保的 其實你問我 買保單有沒有用呢 上次我冷氣也看不到 意外也看不到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幾百元一年而已 買我自己的安心 萬一真的有什麼東西 掉下街不小心 掉下街 弄到人 理論上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下面 其實是一個行人路 它有瓦遮頭的 所以基本上就算掉下去 都應該會掉到瓦裡 但也有一部份是沒有瓦遮頭 雖然是很貼近我們的樓 理論上我這麼高 掉下去就應該不會掉下去 一定是掉下去行人路 行人的瓦頂上 但我不會博這些無聊東西 純粹買個安心幾百元算 吃小一叉買個安心 我就問她 現在我外面外牆在維修 因為我經常看到石屍掉下來 而且有些是好像走路一樣很厲害 嚇到我都以為 糟了 我的冷氣機會不會出事呢 即是有時候未必 那塊石就未必很大 但是因為很高空掉下來 那個衝力很大 所以可能很小塊石 我想一下 我兩批冷氣機突出 我上面還有一個遮頭 即是有一個冷氣機位 但完全不是叫冷氣機位 是整個瓶突出的石屎 只是因為我的冷氣機再大一點 所以突出多一點 你想一下 大的也做不到 所以應該也不太大顆 不過高處掉下來 那個衝力就很厲害了 所以很大聲 我很害怕 因為不同行雷閃電 行雷閃電 你有閃電先 你有心理準備會行雷 但這個不知道 所以我就打去保險公司問 那有沒有可以賠 萬一那塊石屎掉下來 弄壞了我的冷氣機 那我有沒有可以賠 然後他看了我的保單 如果這些是屬於意外 所以是可以賠 所以馬上安心了很多 剛才提出了相片給大家 其實我今天 唯一兩大成就 第一個就是買了 已經買了那個 降溫的濕紙巾 也跟警總那邊談好了 警察福利部談好了 會送去哪裡 這次我就不請強 老實說我真的請不到強 畢竟年紀放在這裡 還有我最近真的是差的 所以我不請強 我不再去送了 直接送到指定的地點 那就算了 他們自己交收了 當然現在服務很好 就會告訴你貨物去哪裡 什麼時候攬件 內地簡直是好到 菜料或者其他 淘寶的送貨 有時候未必用菜料 可能用其他的運輸工具 其他的速運公司 你簡直可以在淘寶的地圖 看到現在那輛貨車去到哪裡 去到安徽省 去到河南 你簡直可以看到他在哪裡 他也會告訴你 預計什麼時候去到你的集運倉 其實這些是香港給不到的服務 就算你現在大極的有信封 他很多時候都 我現在香港的集運 他都會說 已經收到你的錢了 已經是從倉裡拿出來了 預計在哪裡 但是你看不到地圖 尤其是再遠一點 或者需要長時間送的 你是看不到地圖 你也因不到大概什麼時間 所以我覺得內地是做得很好 另外一件事就是 訂了一個普通的紙巾 就是要提防騙子 那邊就會幫我設計 總之我說一定要寫提防騙子 有什麼事打狗的狗 或者是一百二二二 我說這幾個字是一定要的 其他一些 你可能做了圖 你幫我搞定 他會先給我圖 如果可以的話就會幫我印刷 那叫做 搞定點事 但是 我那道廚房門還沒搞得怎樣 那師傅呢 昨天管業處辦事處那裡 跟我約10點至12點 但是到現在那個師傅都沒到 是你一個電話都沒有 我會覺得 香港經常說我們北上 香港人經常說我們北上 經常說我們什麼 但是問題是 你真的給不了服務 我不是要服務 我都知道 有時候不能夠這麼自私 我都知道可能你有其他事打誤 但是你可不可以打個電話來 幸好我今早一早去吃了早餐 如果不是我到現在沒有東西吃了 而且 你打個電話來 你什麼時候到 你到不到 你一早 打個電話來 因為你想想 如果他告訴我 他10點至12點到的話 我其實可以回兩點工 你現在這樣 我是不能上班的 所以我覺得 不管了 反正到門 又不是我必須的 又不是我想投訴的 到時候有什麼事 就叫區議員再罵他 喂 大哥 這些不是我的問題 是他的問題 喂 我在那裡白等你 喂 等一會 你真怕無神流三 怎麼上來 我又要在那裡等你 我連休息時間都不夠了 所以我不管了 我現在就出去吃點東西 餵老自己 因為大家知道 星期一至五 通常的東西是便宜一點的 尤其是吃一些火鍋 烤肉 星期一至五是便宜一點的 我看看我有沒有餵口 其實我現在都餓 因為今早吃得很少 所以可能他吃個烤肉 他打到你 我都不理他了 吃完那個烤肉 搞想一下自己 然後就要繼續去 續回會 即精神復康那裡 續回會 然後就 跟區議員說 我準備扔這些 跟他說 你預定 牌 我都要跟他交大聲 不是說我扔了 你就 推給別人 他都要想一下 怎樣去牌 所以 很多東西搞 我打算吃完回來 就開始 我中醫師那些文件 其實我真的很多東西搞 大家可能聽到 哇 你怎麼這麼多東西搞 其實是的 我剛剛 昨天還是前天 才買了醫師的生日禮物 當然我是在網上買 因為他只喜歡三眼仔 所以你買三眼仔的周邊 一定是沒有錯的 但是 我之前 買開三眼仔給他的那個店 他就突然告訴我 我這段時間 昨天我訂的 他就說 剛剛六號到十六號 不是香港 要十七號才回來 我心想 死吧 你十七號才送貨 或者我才能去你的店 那不就很遲 於是我就算了 在淘寶圖 反正都是差不多時間 因為 除了是三眼仔之外 我都希望能夠有些實用 於是我就買了一個 涼皮的披肩 三眼仔的 另外一個就是三眼仔T恤 我是選了 大馬的 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公斤 其實我懷疑 如果真的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公斤 可能會有少少窄 但我醫師理論上 應該比我小看 他矮我好一段 如果 他寫得明一百四至一百六 一斤 即是一百四至一百六磅 他都穿不下 我自己會叫他 你減肥吧 你不要吃那麼多 你減肥吧 所以 就是這樣 其實是多事 我明天還要跟我姐姐吃飯 明天早上 可能會回佐敦旅行社 搞完一些事 又或者 我和姐姐在尖沙咀吃完東西 再去佐敦搞的 所以其實大家看到 我的時間是 迫在一起的 這個 我真的 不是鼓吹大家迷信 這個 真的在我人生的歷程當中 真的好像冥冥中有注定 大家看到的 有些事情 是我迫的 有些事情是我預計到的 但你看到 其實原來有很多事情 都不是我預計到的 很多事情都是超乎我想像的 是迫得我很辛苦 所以我那時候精神科醫生 他都覺得 我都算是本事的 因為 你很多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其實 當很多事情 迫在一起 你會覺得壓力 其實另外一種壓力 就是 除了是一些事情迫在一起 你要處理那種精神壓力之外 其實就是因為 那些事情是 超乎你想像的 雖然那些事情 你是負責得到 但是它會打亂了你 所有的預算 當中也都變成了一些 你不知道的東西 或者是你沒有把握的東西 也都會增加你的壓力 你每樣多一點點壓力 每樣多一點點壓力 每樣多一點點壓力 再每樣多一點點壓力 那時候 就很嚴重了 所以你見我 我是這麼忙 但是為什麼拍這麼多條片 舒緩壓力 很壞的 所以其實 如果大家有壓力 那時候 是應該要找人談 再不像我這樣 擺一部鏡頭 錄著 看著自己 在那裡說 就當作跟人談了 其實雖然有些少許 但是 只要你一說出來 你某程度 情緒是抒發了一點的 那對你的精神健康方面 當然是幫不到你很大忙 但是起碼 疏通一點點 是一件好的事 但是我也都這樣說 如果你是一個好的靈靈者 那當然恭喜你 但是你要看清楚一件事 你要看你自己 的EQ 夠不夠 因為 如果別人跟你相親的時候 你是會吸收了別人的 負面情緒 當然 如果個個都好像 薩姐那樣 千除百年幾十年 以前三個港女秘組 又加上工作網 現在就是這樣 要不就好得閒到你死 要不就 玩死你 我千除百年了這麼多年 對於其他人的 不開心 雖然是一些負面情緒 但是對我來說 都是輕鬆難捏的 因為多去一點不多 少去一點不少 而且可能在我眼中 所謂他們認為很大件事 都可能已經不是什麼事 但是如果你本身 不是一些很承受得壓力的人 因為沒有人知道自己能夠承受多少壓力 是你以為自己很承受得壓力 其實可能在大部分人眼中 都是小學介意 因為你不知道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有壓力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很辛苦 我難以承受 所以你覺得你能夠承受壓力 可能是因為你身邊 本身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波子 可能你覺得壓力的東西 其實都是很少疑問的 老實說 被老闆罵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我都被老闆罵過 但原來可能 他老闆罵他的東西 其實在我們所有人眼中 是普通都不普通 根本就不是什麼壓力 做錯事被人罵 很應該 所以 要搞清楚自己 是不是真的能夠承受到壓力 如果自己 沒有能力承受 又或者自己沒有地方可以疏通的話 我就不建議大家做聆聽者 人 衰女一點點 人總是要保護自己 不是自私 這個不是自私 當你自己都不能承受壓力的時候 別人交給你壓力 你怎樣呢 你怎樣去舒緩呢 原來你舒緩的情況 就是找第二個人去接盤合 正如我戴家姐 她很多壓力 以前 她現在是美國 大家知道 美容這一行 其實是很黑暗的 小圈子 搶客 港人壞話 很多很多卑鄙手段 我姐姐跟我說過 她做那間已經很大了 不是那隻叫做 不是那些美容中心 很大的 就是很多香港 很多分行 很多會員 不是那隻 她是做中環那些很高級的客人 或者是美容連鎖店 可能是一千幾百一個 一個Course 可能是過萬一個Course 起跳 人家那間是起跳的 可能是幾萬元的Course 放在中環的美容店 又不是大型連鎖店 你知道一定是高級的 但高級的也有 有一次 她有一次 她完結了一個客人 就修房 準備下一個客人 就預約了她 誰知道 後來發覺 為什麼客人這麼久都沒有出現 於是走出去 看 接著發覺客人已經到了 是她同事 可能騙客人 說她沒有空 或者她今天沒有回來 然後就叫客人 給她 就是幫客人 自己做 就去叫客人 高級的店 都是這樣 所以我姐姐 但你又不能跟她反面 所以她有時候 對同事 表面上都要嘻嘻 和和嘻嘻 對著客人又要笑 其實她的心理 是很不平衡的 於是 媽媽又不能打 老老實實 又不可以怎麼吵 我現在姐姐又會做 那唯有 發洩對盡就是我 這就是壓力的轉移 幸好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 有些人真的厲害 是可以把這個壓力去消化 而我是不懂消化 但是我只是一個大水桶 不停不停 即是等於我現在的肥本身形 你不是越吃越肥 身體就會鬆弛 就可以越賺越大 我的壓力也是這樣 我的壓力也是這樣 越賺越大 但是我嘔吻出來的 幸好我的壓力身形 很有本事 賺到這麼大都還沒有爆 也不是的 2009年的時候我都爆了 不過不是爆得很厲害 但都爆了 你想想賺成三十多年 你爆一點也很應該 所以其實 為什麼說自私少少 都要 老老實實你可憐他 反擔了他的壓力 那誰可憐你 你放不出來的時候 誰可憐你 你又吃不起 又放不出來的時候 吃到搞長沙好一點 去醫院 但吃死了那怎麼辦 到時你精神真的 回不了頭 或者真的疏到不了 變成你有情緒的病 那誰可憐 所以我覺得 大家真的要小心點 小心點處理 還有有些事情 尤其是這個時候 在香港的網友 更加要小心一點 我自己覺得 整個香港的氛圍 都是灰的 整個世界的氛圍 雖然我們現在的背靠祖國 我們是不擔心 論武力 論財力 是不需要擔心 但是 你會發覺 是啊 我們理性上知道 美國愛我們不學 我們理性上知道 他是打嘴炮 因為我們怎麼分析呢 除非我們走過去打他 如果不是 美國是不敢走過來打我們 他夠膽走過來 一定有他沒有回頭的 我們理性上知道 但我們感性上 潛意識 沒有那麼踏實 原因就是 我們沒有完全壓制到美國 我們現在都某程度上 雖然在氣勢上 雖然說 在實力上 我不知道大家會怎麼看 但我們是不相伯仲 起碼一定的 如果軍事上 他夠膽來 我們一定贏硬他 吃硬他 如果他夠膽來 我們吃硬他 除非他出行務 經濟上 我們都吃硬他 你想想他負債 你比起一個負債累累的人 你有十雞 你也是富翁 所以 其實 在這兩方面 我們已經是 贏他的 但問題是 你不發覺我們在氣勢上 是沒有他那麼 可能 自大的人 無據無盛 你發覺他很自大的 真的不看他的背景 你以為美國現在還是很厲害的 我們在氣勢上 因為我們是比較溫和 所以 有些得罪美國 你看到有個 撲斧在那裡 有個 然後 另外一個女人 很溫和 很溫 溫怨的 跟他說 你不是這樣的 我們不會這樣的 我們不會這樣的 那你覺得氣勢上 誰贏呢 就是那個撲斧 對吧 所以 我們現在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 我自己覺得 我們理性上很清楚 我們應該是不需要怕美國 但在心底裡的潛意識 我們還沒有很擔心 除了這方面 我剛才說的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因為我們這一輩 正在經歷的事情 就是港英時代 那時候什麼 什麼都是外國強 什麼都是外國什麼 我們是見過中國 一窮二白的時代 所以我們 大家知道 當然那些事情太快的時候 你會覺得不真實 你會覺得 這個好像我還沒有適應到 因為其實是一個經濟體來說 幾十年就可以做到國家這樣 其實是一個奇蹟 所以 你看看美國用了多少年 才做到所謂的第一大國 所以 你看看我們用了多少年 由 被國民黨搬空的家 大家沒有飯吃的時候 直到現在 現在基本上我們是沒有貧困人士 應該說沒有赤貧 都有窮人的 但是不是赤貧 不是貧困 是窮的 至少 要吃飯的 只要你肯供出 都是吃到蛋飯的 所以 這個其實很難得 都不用一個五十年 都不用五十年 我記得我幾歲的時候 還要穿很多衣服上去 十歲八歲的時候還要穿很多衣服上去 給我一些表疾女 但是現在 上面什麼都有 但是是不是現在他什麼都有 不是啊 早十年八年他們什麼都有 其實他還用了三十年 從什麼都沒有 變成了改革開放 然後二三十年 就變成現在這麼發達 什麼都有基建 其實很快 你看看美國 在鐵路十年都沒有建好 但是你想想 我們是真的用了十年 還是十多年 就幾十條高鐵在那裡 地鐵到處都是 厲害嗎 厲害 所以我們轉變 太快 我們這一輩人 不是很踏實 但是你又要想想 當內地 現在二十歲 讀大學那些 他們為什麼這麼有自信 或者三十歲那些 都很有自信 因為在他們 一出生的時候 國家就處於一個不足的狀態 所以 他們覺得 我們國家是大國強 因為他出生的時候 出生他不知道 但當他真的有意識的時候 幾歲你才有意識的時候 國家已經是一個很強大 我們見什麼 美國什麼什麼 我們都有 我們什麼都有 那邊美國還沒有 他們自然自然 就不會覺得 不踏實的 因為他們一下子就看到 我們國家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 在香港 比國內的人更加不踏實 在香港的同胞 就要調節一下 尤其是香港經濟不好 加上 那麼多 我們有殖民 被殖民過 那麼多外在因素 我們以前 香港政府的 弱勢政府 一下子之間都很難扭轉 所以都是要安撫著 某些要開始做事 某些又要安撫著 其實是做到 很難說什麼的 好聽些就說 慢慢改變 不好聽些就可以說 兩頭不動我 又不算強勢 有些事情又被人覺得你是強勢 但有些事情又好像 不頂不調 所以其實每一件事都要逐步逐步 但是作為國民的我 我覺得大家要盡快調節好心態 因為其實這些是會圈驗的 你愛不愛國不要緊 但你的身份認同 你是要知道 其實我現在經常都在圖稿上吵 那些商家 我經常都說 有沒有搞錯 我現在很流行 很流行 剛才就調戲那些商家 我說 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為什麼他們有這些 為什麼 內地同胞有這些福利 我們香港同胞沒有 她說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 因為就是一國兩制 但其實一國兩制又如何 其實香港可以做得更好 例如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都會在上面買一些小電器 買一些 例如風扇仔或者其他 如果 你不要說有些人說 內地加電行不行 不要說這些 你就是包子一線 就是平時吹的那些風扇仔 你也是買內地的 是吧 又漂亮又可愛 T恤你也是買內地的 其實我覺得 只要我們跟上面商量好 或者找一些中資企業也好 跟內地淘寶商量好的 變成如果 真的要退貨的 可以去到 港島新界九龍的某一個退貨點 他們集中收起來 然後他們一次過退回去 直接退回去 我們 因為我自己上次在深圳 我不是說 因為我要去哈爾濱 我自己就在深圳的酒店試鞋 試幾對 尺寸 選了一對最舒服的 其他兩對就要退了 我只要拿回去 任何一個 材料的 物流站 我忘記是指定的 忘記是 你拿東西的物流站 還是 隨便一個都可以 你跟那個人說 你退回去 給他 他好像有包一個價錢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好像是包九元 但我的鞋子太重 變成要自己補貼幾元 那就可以直接退回去給他 如果輕的那些 你直接 給那個順風也好 給原款的筷底也好 那就可以直接退回去 內地還有一些好到 商家就說 如果你不對 我是直接會有快遞 上門收貨的 你不用走到快遞站 那當然香港就不可能 上門收貨的了 可能你說到九龍 新界這樣 有一個點 集中幫你收回這些淘寶退貨 只要他一刀 證明收回這些貨 那那邊就可以直接退錢給你 我覺得這個是要做的 有時候 我們香港政府 很有趣的 經常要做一些去吸引遊客 但是 你明不明白 香港現在不是那麼方便 現在比內地更加不方便 但是當 香港引入很多內地的東西 例如現在的海底撈 什麼內雪的茶 然後又 不知道哪一間 那些這樣 很多內地的食肆 下來了香港之後 那內地人反而不再來 原因就是這些東西 我們內地都有得吃 發覺香港越來越淺 當然他有很多香港自以為是香港人的人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內地化 不是內地化 我們只是走向先進 你可以美國化的 你美國化就沒有5G了 你想想 你美國化的話 很多東西都沒有 美國很落後下 你肯不肯 難聽點說那句 英國 我說完就大家聽完就算了 英國 promote 到它很有歷史 好股色股香 好elegant 好高檔 其實一件事真的不夠發財 你看它的巴士多久 它的巴士還不是太陽能 那你就想一下 這個是包裝 很復古 但是它是不是復古裡面的東西是新的 它真的是復古來的 那些東西是由那時候到現在這麼久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作為在香港的居民 我們是要欣賞我們住的地方 不是說要強行欣賞 你既然走不了 你唯有 接受吧 那你自己會開心一點 你去得 你去強求一些你不能得到的東西 是否有病呢 臨走之前和大家說個笑話 我那天看了一個YouTube頻道 她說一個女子 收了人禮金 已經穿了婚紗 在酒店 之前一段時間她說要買車 那男方就覺得 買車代步 誰知道她選了一隻 寶馬 還是什麼 很貴的 總之是一架很 寶時節還是什麼 很貴的 可能要百萬的那些 那 那男生說 這個買不到 你選那個第二個 那女生說不行 我就是要這個 我一定要這個 那男生說不如先進去酒店 搞定了擺酒 那些賓客都在等著 她說不行 如果你現在不買給我的話 我就不進去酒店 勸了很久 然後那個姐姐就過來 那男方的姐姐就過來 她說不如先進去吧 她說不行 她說你趁現在有時間 趁現在有時間 趁現在去借錢吧 然後那男生就說 過百萬我怎麼借啊 她說你要禮金我都避離 你要車 你說拿來代步 我覺得都ok 在結婚之前 入酒店之前 入酒店是擺酒的 我都答應了你 但你這個這樣的車 我真的買不起 然後她說 如果你現在不買的 車還要寫女方的名字 如果你現在不買的話 我們就不結了 我就不會進去酒店了 結果 擾揚了很久 那個男人說 你現在是不結了 你現在是不肯去酒店 然後那個男人就走了 不娶她 可能大家會覺得 那個男人做得很對 但我看完之後 我真的說 那個男人你沒有病啊 不是說那個男人走了 又有病啊 大哥 你看看那個女人 你娶那個 不是漂亮的 那個女人一定比莎姐 你沒理由娶個五六十歲 是不是 那個男人都是大概三十歲 你女兒有沒有六十歲 但怎麼看 她都老過莎姐 化完妝 都比莎姐還醜 幾倍 我心想 還肥過莎姐 起碼 二十歲 化完妝都還醜 李老闆 你明白嗎 我心想 那女兒 那女兒有什麼資格 叫一個一百萬的車 你心想 你真的覺得自己是什麼 然後 我再覺得很令人 那個男人喜歡你什麼 要樣子沒有樣子 要身材沒有身材 還要這樣的皮性 我真的覺得那個男人有病 你為什麼會選這樣的女兒呢 如果我是男人 我覺得我這輩子單身 都可能 難聽一點說 我還單身狗 養一隻狗 都可能比娶這個女兒 所以有時候 我自己經常都覺得 作為一個普通人 真的要 人家 人家未必會對你好 但你必須要自己愛識自己 這個都是我有情緒病之後 我的醫生 老實說 不是和大家認屎認屁 是我有了情緒病之後 我的醫生 我愛群的社工 看著我的成功 看著我的醫生 看著我 是一直一直灌輸給我 教我的知識 他是說 你不要理他 你要愛識你自己 你先顧著你自己 因為你連自己都顧不了 你也顧不了任何人 他也覺得 人自私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每個人都可以自私 你不自私一下呢 其實可能是有些人的道德層面 哇 你這麼壞 或者他這麼壞 這樣教你 但是其實 他說話是對的 當每個人都自私的時候 為什麼我不可以自私 為什麼我要為人起床 我當然不是說 薩姐經常扮到這麼高尚 就是說我要自私 不是 問題是 那個人值不值得你去犧牲 這個是要搞清楚 就是 今天買那兩件東西 買給警隊 都差不多一千港幣 不是多 但是這個已經是我能力範疇 能做到最好的 另外又買了差不多一千 差不多五個水人仔 五個幾個水人仔 就在紙巾那裡 五六個水人仔在紙巾那裡 如果連上運費的話 兩千元就沒有了 那你問一下 我兩千元 對薩姐多不多呢 以一個現在月入收馬 收入不夠一萬的人來說 兩千元是多的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這件事 這件事是值得的 我只是當我的雙巾貼 今個月就沒有了 大家知道我上個月去了旅行 上班的日子又不多 其實都沒有什麼錢 但我覺得 不要做的 是值得我去犧牲的 最多我可能吃今餐烤肉 明天跟姐姐什麼 跟著我跟醫師去生日吃那一餐 之後的日子呢 我就需要 吃便宜一點 需要節儉一點 其他東西就不亂賣了 因為這些人是值得我為他犧牲的 但是你說 咦 旁邊不知道誰誰 又好認識又成的 我是不是要給錢 封封禮事給他呢 不是的 那些人是不值得你犧牲的 所以 希望大家 好好照顧自己 因為 老實說 美國越窮 他就越發窮惡 這個世界叫做有發窮惡 那我們 國家就要更多時間去應對 可能會 很多事情會有很多不同 尤其是現在這裡 全世界都在打 其實在這裡 真是 燕兜兜打的有鵝烏 理論上有鵝烏 有耳蝦 其實以下那邊有牽連到一些其他的勢力 那 俄烏是整個歐洲 那 你問我們中國有沒有走他腳下去呢 那 理論上沒有 但實質上算不算 那我繼續跟俄羅斯做生意 都等於給錢去花 那有錢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 但是我們又事實 你想想 連美國都說我沒有插手 那我們國家更加不算是插手 所以其實會有很多變數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未算是最暖的 那大家 在這個時候自己好好打好底 那 之後可能面對更加亂 或者更加需要謹慎的時候 就可以承受到這些壓力 那希望大家都身當健康 好了 拜拜